歡迎光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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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說妳正常 她說妳不正常 我就問 妳正常嗎 好 不是我問演藝圈的人 很喜歡改名字好不好 蔡依蓁 本名啦 原名武雄 原名 武雄 感覺妳是不是本來叫武雄 後來改名叫蔡依蓁 妳三十幾歲了 可以叫回本名了啦 所以就改了 有的時候不用計較這些 他們到現在一直都叫我 加一封怨位 算了 算了 妳還叫什麼 誰 人們 這一直是個都市傳說 那個 主妮 主妮 妳今天為什麼穿得 這麼北一女 衣補考不上北一女的遺憾 好 還有一位是KOL劉軒 好 這邊來 阿諾 阿諾原名叫什麼 塗衫 還滿好聽的嘛 其實我覺得很好聽的 不是很難記啊 塗衫 可是人家就說 等一下記不住啊 他說你已經長那麼普通了 你名字就要做特色好不好 我一定要跟塗衫做朋友啊 不高興就塗掉 刪掉 為什麼 塗掉 刪掉 Eason來 本名叫什麼 這到底本名 黃映軒 黃映軒 OK 映軒也不好記啦 這樣Eason比較好 對 這樣可以 接下來我們的KOL 小心乾 小心乾 妳有本名嗎 有 黃映軒 我也很後悔 取這麼羞恥的名字 但已經來不及了 那妳本名叫什麼 黃映軒 對 一定有個新字 普通 對 但是慢慢年紀大的話 就會比較尷尬一點 真的喔 剛剛嘉義彭音樂都說了 我們不跟她說一下 對不對 沒關係 我出道的時候也是用本名 但人家就不想用 叫我的本名 對 我本名叫余映傑 對 美人這個是怎麼來的 因為我當時做廣播節目 當時在地下電台 然後妳知道 每天那時候 國民黨動不動就要超台 妳知道嗎 那個時候監獄是可以聽廣播的 喔 所以很多人就打 還有寫信來 說余老師我們 就聽到妳的聲音 這叫余老師 很好聽 妳可以在廣播描述一下 妳的長相嗎 這對我有何難呢 對 河南之友對不對 那我們那個1993年 那妳知道那個時候 我就說 余老師的長相呢 給妳幾個想像好了 OK 張曼玉 王祖賢 關芝林 這個 中祖宏 這四個人 大概綜合起來 就是我的樣子 我有要負責 我沒有要負責 因為明天搞不好 又被超台了嘛 對 他說那妳一定是個大美人 我又姓余 對不對 然後就叫余美人 有一天那個 當時我在TVBS主持節目 李濤2100全民開獎 有沒有 他在旁邊書畫 然後我剛好就 就接了那個電話 我說 喂 他說 那我要自我介紹 我是啊 我是那 我是美人 李濤 是 妳是美人 這個要請問一下 靖湖山的靖小姐 她真的是美人嗎 好笑 好啦 我們今天要講 不為人知的怪癖 對 為什麼 但是我們全部都講 不為人知的本名 OK 好 來 翻版 來 不為人知的怪癖是什麼 請舉辦 好羞恥喔 很害羞耶 先從 來 Ethan 因為其實呢 我是上大號的時候 我要有一個儀式感 我要把從 就全身上半身下半身 內褲什麼全部都脫光 我才有辦法就是感覺好像 那這麼冷的天 才會有便宜 你多久沒上了 這麼冷的天我還 好上一波寒流來 好討厭的 我會發著抖 但是我還是堅持要全身脫光 所以我辛苦的地方是在於 我每一次出去如果是上公廁 那比較舊式的那種公廁 它是沒有那種掛鉤的 然後如果找不到掛鉤的那種 我就會在那個公廁裡面 因為我上廁所都要搞很久 我前面要先花十分鐘 把我的每一件衣服都是 對啊 很小心翼翼的 對 折好 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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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讓它 我就要練習 我的三件衣服 可能我就要這樣 這樣子頂著 天啊 然後我就要維持那個平衡 然後這樣子 我才有辦法 通體舒暢的排便 你們有這種大到一半的東西 掉地上了 有 超級瘋 那現在怎麼辦 那世界末日 我是擦屁股的時候怎麼辦 所以我那個時候 為了要舊衣服 然後我就是 我就那個 我就是會呈現 比較重的 阿虎呢 不能聽到那個 時鐘的滴答答的那個聲音 尤其是我睡覺的時候 所以我每一次去 像以前出愛情 常常會住民宿 然後一些民宿 就會掛那種鐘啊 然後睡覺的時候 如果它掛到 我沒看到的地方 可是我睡覺 對 我就會聽到這種聲音 我也不行耶 我就會 想盡辦法把它找出來 然後把那個電池拔掉 拔掉 聽到我就會沒辦法睡覺 我會覺得 渾身不舒服 會一直起雞皮疙瘩 而且有些人會 大 它是很慢 大 對 那個秒 它很像在嘲笑你的那種感覺 有沒有 還是要什麼問題 我... 你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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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我小時候 媽媽帶我去學鋼琴 我後來放棄這件事了 因為節拍器 我受不了 它一直... 然後我搭到 我就很... 雞皮疙瘩就很半張 我也是 我覺得那個... 我覺得那個很睡眠耶 有些人會覺得 對 我有時候就把手錶放在旁邊 然後那個搭搭的聲音 就聽著... 笑著笑著 然後就睡著了 睡眠 是不是你手錶比較貴 聽起來會比較睡著 對啊 你來... 好俗語 來 怡禎 喜歡吃狗零食 沒有 可是因為 我跟我的狗在一起 然後我每次都會給牠長鮮 我吃過也很難吃耶 有好吃的 因為牠不鹹 我就每次看到牠好像吃得很快樂 所以我想要體驗牠是什麼感覺 所以牠吃起來開不開心 所以我就會想說 只要買新的 牠一口 我也要一口 然後但是我的狗 都會用一種血眼看我 就想說我幹嘛吃牠的東西 可是我找到有一個真的好吃的 這個... 妳會帶來分享給我 你看 牠是狗... 這是狗絲的 然後呢 重點是牠不油 然後呢 偏要拍... 我沒有要 那每人吃 我沒有想要踹踹看的感覺 沒有要喔 真的很香 我... 你講一下口感 就狗絲料的味道啊 吃一下 講一下口感 而且你聞聞看 你聞 就是狗絲料的味道啊 聞起來就是狗絲料的味道 我覺得比人的好吃 是香的耶 而且很脆 來 依神你吃看看怎麼樣 口感怎麼樣 好吃耶 好吃對不對 好吃... 我家狗超愛吃這個的 我怎麼有種 是牠養的感覺 有一種錯覺 你知道嗎 牠吃起來 牠比較沒有調味 然後就是比較淡一點的 對 天然的 真的拿回去耶 你確定狗能吃的人也可以吃嗎 我不確定啊 但應該可以吧 人能吃的狗不一定能吃 對 那狗能吃的 人應該都可以吃 我聽過專家講說 好像殺菌的程度不同 狗吃的不用殺那麼多菌 因為牠是雞胸肉 牠也沒有別的成分 請慢用... 你配什麼酒比較好 你獨享... 我覺得配日本清酒可以 煮您... 包裝要用剪刀 對 因為像今天工作人員 像我平常在家裡 如果今天是正常的洋芋片的話 我一定會用剪刀剪 我懂了 那如果像家裡... 你自己拿來就... 砰 誰 像如果家裡我老公跟女兒 一定都手撕 因為都會有一條線也很好撕 我拿到以後 我就會默默地... 把它修好 然後這樣子把它修到 非常的平整 然後看看... 還有漏掉不行 我就要再... 好痛耶 再修到完全... 整齊的狀態 我就會覺得很安心 我懂耶 你看 我這裡也是剪刀的 對... 好 來 下一個... 走路只能走左邊 你是英國人 不是 就是一個習慣 就是平常是如果有人 一直要走我右邊的話 那我會覺得很奇怪 或是可能有男生在追你的時候 不是都會靠馬路邊嗎 是人的左邊 對... 可是比較容易被車撞 對 就是我一直會被拉進去 可是我比較習慣 就是真的走左邊 男朋友跟你拉到右邊去 你又自己不是不覺得 我就會自己繞過去 他還嫌他嘩嘩 我真的想走左邊 裝什麼聲勢 我也有這個問題 對啊 一定要的 就是... 我跟人家走一起 我怎麼走就會走到... 好 我這樣走 我就不太會講話 我一定會這樣子慢慢走 我走到這邊來就... 喂 為什麼 我跟妳講... 不是啊... 不是啊... 兩人都好扯喔 不是啊... 不知道為什麼 就自然的人就會... 好暈喔 我就是往右邊會講話 我這樣也... 我走你左邊也可以 可是我就不會想跟你聊天 我這樣就不想聊了 對... 我會是這樣 我不喜歡這樣子跟人家講 怪喔 所以錄影一定都站左邊 對 他喜歡龍邊的感覺 原來如此 OK 好 小心肝呢 我是對數字有點執念 就是如果它是0或是5 我就會比較快樂 就像一般可能朋友 評分帳單我一定是轉整數 然後或是我家的音量鍵 然後那個冷氣 我當然冷氣就是25度 如果我老公覺得太冷 然後往上調 然後我就默默再把它調下來 然後看到我就快樂 所以妳的密碼都是0跟5嗎 也不是喔 沒有這麼好拆 再來問一題喔 哪一種影子上的怪癖 會讓身邊的人覺得很困擾 A 不吃某種顏色形狀的食物 B 不與人分食 讓身邊的人困擾的喔 A還是B 來 請舉牌 好 主題 怎麼我們兩人選B 不吃某種顏色形狀的食物 我人生第一次最糗的時候 就在國中的時候 因為我這個國中同學呢 有一個怪癖 他是不吃所謂的 所以他包子呢 他吃包子皮 他不吃裡面的肉 他所有的內餡他都不吃 水餃 水餃 他也只吃餃子皮 所以我們最糗的一次就是在 一堆同學放學了之後去吃餃子 因為這一下子要去補習 然後我們就叫了 一人叫十個水餃 他就說他要吃二十個 我們也想說 女生可以吃二十個很厲害啊 因為第一次跟他吃水餃 想說他食量怎麼那麼好 然後我們就吃... 然後等到一排頭 我們所有人都撒住以為 他是在整我們 因為他就留了二十顆肉 在兩盤子裡 所以他只吃皮 等到要走要買單的時候 那老闆就突然說 學生 你為什麼不把肉吃了 然後我同學就說 只要是內餡我都不吃 然後那老闆就這樣 這樣瞪 然後就同時又瞪我們幾個 然後就說 這樣下次來 直接煮水餃皮就好啦 然後 我們所有的同學就 對不起... 然後我們就走了 他一直到現在五十歲 他也不能吃漢堡 沒有 那些他吃 漢堡是絞肉耶 所以他是一個怪癖 他是不吃包在裡面的肉 所以刮包 他就可以 對 它有開口 因為刮包有開口 對 然後我就問他說為什麼 他說因為小時候 我媽都跟我說 那種包在裡面的肉啊 是老鼠肉做的 哪來那麼多老鼠 這個怪癖喔 我們在座都比不過美人姐 美人姐有怪癖 他說你吃的部分有很多怪癖 我吃餃子會留那個邊 你吃餃子那個邊有沒有 你說皺褶的那個邊 因為硬硬的是不是 因為現在都是買的餃子皮啊 那個比較硬硬 我吃餃子喔 就沒個節制 你知道嗎 他就會留那個邊 我才知道我吃幾個 我吃一吃的時候 我就會散那個邊 我會散那個邊 有八個了 那再吃兩個 要不然你餃子不算 你真的不知道吞了幾個 你知道嗎 對... 那你吃櫻桃會留那個籽嗎 然後放我吃的去 我跟你講 我櫻桃吃不了五顆 我就... 我水果不是... 我不是很愛吃水果 對... 像我有個朋友 他也是專吃某個部位 然後他也是只吃皮 然後我們那個時候 是叫了一桶那個 肯德基的那個外帶全家餐 然後我們就想說 他先吃這樣子 因為我們那個時候 其他人還在忙那個事情 結果呢 他吃完以後 就輪我們吃嘛 我把那個桶子 一拿過來的時候 我傻眼 因為每一塊炸雞 上面的皮 都被他吃掉 然後我好像只留 那個雞胸肉或雞腿 他不吃肉 他只吃那個炸雞皮 炸雞的皮很精華 一定要吃喔 脆脆的 對 你的炸雞的皮 一定要配肉 一口皮 一種肉 他如果要這樣 就不要點肯德基 很多賣鹹酥雞的 他專門就是只炸雞皮 就吃炸雞皮就好了 可是肯德基的那一種 它是一整 我跟你講 就是骨頭就是骨鞭肉好吃 炸雞就是要雞皮連的那個肉 你不要那個皮炸 也不會好吃 要那個炸的粉 對 那我要講一下 我吃餃子留邊 這個還不是我一開始就這樣 是十年前 就是跟世紀青老師 我在家裡 他要吃我家包的餃子 OK 然後他就先跟我講 他說我餃子邊要留著 因為為什麼 後來我覺得有道理 因為他有糖尿病 所以他本來就不可以吃太多澱粉 所以那那塊皮 是不是澱粉最多的 對 餃子皮最厚的地方 含餡的那一坨是比較 比較薄的你知道嗎 其實我今天也都有帶餃子 我隨時 常常會帶餃子 別愛吃餃子 別愛吃餃子 那等一下請製作單位 幫我們拍一下你留的 對 這個青的畫面 你幫我那盒拿來好了 你幫我那盒拿來 我不敢吃雞皮跟魚皮 就是薄薄的 那還有豆皮 其實我覺得豆皮 皮類的都不行 舊舊的 對 皮類都不太行 就是皮 我還是皮就不行 因為吃火鍋的時候 你要煮那個豆皮那一類的東西 我會覺得它吃起來這樣 一坨上來的時候很像抹布 我不喜歡它那種軟軟 然後散散散散的 對 我覺得雞皮也會有像抹布的那種感覺 我跟妳這樣講 好像真的有點像抹布 對 對 妳會覺得妳不知道要咬什麼 暫停一下 我們先看水餃 對 等一下再繼續的 我要吃 還有我的那個 美人姐家的餃子 感覺美人姐的餃子很好吃 你看 我已經吃剩這樣子了 來 各位看一下 是煎的 煎餃 煎餃 我自己做的 看起來好厲害 我拿一個吃 好 OK 這是韭菜的嗎 沒有 就那個菠菜的 菠菜吃一下 吃一下 吃看看 而且因為冷了 那個邊特別硬 可是 冷餃子邊很硬 對啊 米粉嗎 冬粉 冬粉 美人姐為大家示範奇人異事 分享 留皺摺邊 對啊 這個邊很窄 對啊 真的耶 好完整 好厲害喔 好完整喔 而且好整齊喔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連像夾牙 還會這樣 很像那個很孤牙的牙套 因為通常人家吃水餃 應該都是直的這樣子 正面就這樣子 對 就很少會這樣 橫的這樣子 但我可以少吃很多澱粉 好 很特別 謝謝 謝謝 我喜歡吃素的 謝謝 這個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因為它的香氣已經像昆虛了 我自己做的 自己做 你吃嗎 可以 可以 可以訂一包嗎 我吃啊 我吃蟹 是朋友不吃蟹 好恐怖 我訂一包 好吃 好吃 而且它的內餡 有把那個香味炒出 而且連冷的都好吃 對 冷的都好吃 我跟你講這種素餃子 外面不可能吃得到 外面買不到 來 Eason Eason 來 因為我覺得是那種 不跟人家分食的 真的是很難相處 有些人他會堅持說 一定要用公塊 或者是那種 搭工用的湯匙 這個很正常嘛 對 可是我有一個朋友 他不跟人家分食到 他會很仔細的聆聽 你的那些碗筷 你在使用公塊 或是湯匙的時候 有沒有跟其他人 才去發出碰撞聲 因為他就堅持說 東西掉在地板上面 那個戲劇 可以在瞬間 就傳到那個東西 物體上面 所以如果 如果我們用那個 譬如說我們在吃火鍋的時候 我們用那個湯匙 咬了一瓢對不對 然後呢 要用自己的碗尖嘛 然後碰到你的碗 然後對 我們都每個人都要 就練就一身功夫 然後都要懸空的 跟那個拉策的 對… 就要造出那個液體 就是那個公塊乳池 不能碰到你的碗盤 對 沒錯 如果發出碰一聲的話 滴通滴通完蛋 換 馬上換一批這樣 你的餐具要換 你的那個湯匙也要再換 所以跟他去吃飯的時候 服務生很常來我們這一桌 因為一直把我們換那個 公塊什麼 可是這樣子跟他吃飯 就覺得不舒服 好像是我們有什麼 很嚴重的病一樣 對啊 不是 我跟你講 以後就盡量跟他吃飯 那我們有個可能碰到 來 你 我要喝湯 你咬啊 對… 就叫他用 對不對 他跟莫如說昨天服務多好 真的… 所以不是你不跟他吃 他下次就不會跟你吃了 對… 因為我有碰過那個我朋友 他不與人分食是 我們女生出去吃下午茶 我們不是都很喜歡說 你點什麼巧克力口味 我點芒果口味 點草蠻口味 我們分著吃 當然 因為我們可能一個人沒辦法 吃完全部的這個味道 對… 那大家一起去吃 是不是就是因為 你們點不一樣 我們每個口味都吃得到 對 這樣很棒 但他就是不與人分食 他就是他點的 他點了五個 就算他點五個蛋糕 那五個蛋糕 他吃不完 他也不跟我們吃 他就是要自己在那邊吃 所以每次跟他吃飯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說 明明大家就可以省一點 不要浪費食物 你又不願意跟我們分享 重點是 大家一起出去吃飯 分享是不是就是 有一種喜悅 出去玩 就像剛才我們吃水餃 不是合二龍 分享的快樂勝過自己擁有 對啊 那他不分享 為什麼他叫歌詞 就是歌詞 他就是 年齡單身的快樂 勝過自己擁有 就是這種感覺 所以跟他出去吃飯 就一點都不享受 那下午茶 以前我們幫一個同學 你不分享 人家會用搶 所以他一個東西 大家手裡面 他吃一口以後 然後發現旁邊的人 很虎視眈眈 那 不會有人跟他分手 那你家很熬 我是選A 因為我覺得 這種不吃什麼形狀的 他們都有自己的邏輯 就像我姑媽 她說她不吃圓形的 可是前幾天不是冬至嗎 對 圓形很難耶 然後我 好吃的圓形東西 她就吃不好吃的 她就說她不喜歡吃圓形的東西 喔 不然就是說什麼 有一個朋友也是 她說她不吃軟軟QQ的東西 所以麻糬啊 什麼椰果那種 口感的她就不吃了 可是她吃珍珠 她喝珍珠奶茶 就她決定就對了 對 所以你跟她出去吃飯 你不知道她吃什麼 我是我媽她不吃 深色顏色的食物 因為她覺得會變黑 就例如醬油啊 醬油咖啡 對 她覺得會變黑 黑芝麻 可是黑芝麻吃的 這真的很奇怪 我覺得她自己一個 心理的平衡 因為呢 黑芝麻不黑皮膚 黑頭髮耶 對 黑頭髮 所以就幫她外帶的時候 就很麻煩 就要分開放 就是不知道她到底要還是不要 好 到底選一還選必得 沒介紹 哪種飲食上的怪品 會讓身邊的人很困擾 A 不吃某種顏色 形狀的食物 B 不與人分食 我就問你正常媽節目 特地給網路KOL進行意見大調查 我們來聽聽KOL是怎麼說的 這題我選的是 因為我身邊真的有一個朋友 他 麥克爾雞塊 他不吃圓形的 所以我每次 只要吃麥克爾雞塊的時候 然後都要先看一下 就是要 就是吃 幫他吃圓形的 就是要吃之前 還要先注意這件事情 就會造成別人的困難 這一個男人我選 因為我朋友每次跟我出去吃飯的時候 有三色豆好了 那他就偏偏不吃那個正方形的 紅蘿蔔 他跟我說 紅蘿蔔不應該長這樣 我說那紅蘿蔔應該長這樣 他說 紅蘿蔔就是要切絲 沒有切絲他就吃不了 紅蘿蔔長正方形 他覺得讓他沒有食慾 天哪 我第一次聽到這種要求啊 竟然 要人家把那個紅蘿蔔 就是切成絲彩 願意去吃啊 結果那時候 他竟然把那個 紅蘿蔔直接擺在旁邊 完全真的是 連動都不動他 我真的覺得他是個怪胎 你知道嗎 根據網路KOL調查結果 有20%的KOL 投票給了B 不與人分食 而有80%的KOL 投票給了A 不吃某種顏色形狀的食物 你覺得這樣正常嗎 大部分都選A 所以選B的不正常 那是你啊 沒有 那再問一題 哪一種生活中的怪癖 會讓你覺得噁心 A 喜歡玩怪味道 B 喜歡收集怪東西 A還是B 請舉牌 噁心喔 好 胡熊 像我自己是覺得 我身上的東西出去了 就不是我的 例如指甲啊 耳屎啊 鼻屎啊 頭髮剪掉就不是我 那當然啊 但是 但是 真的就有人會收集這種東西耶 對 真的有 不懂 有一次我們在 要搬家在打掃 在整理的時候 就看到有一個 像是放那種飾品 那種很小的那種小紙盒 我想說這什麼啊 要丟嗎 因為打開 就看到 裡面有一些 黃黃 一片一片 什麼黑黑的 我就一直在想 那到底是什麼 是發霉嗎 還是什麼東西 我就一直在看 結果後來就發現 那個是 Oh my God 那個很珍貴啊 然後 對 因為 多珍貴啊 對 天啊 很珍貴啊 你會收集耳屎 我會收集啊 我會收集啊 真的假的啦 你不要過來 我願意的看 你是乾的還是濕的 因為顏色不一樣 我是濕的 所以 所以她 她是可遇不可求的 因為有些是有耳 對 它就會很黃 對 那味道你自己敢聞嗎 我味道 我敢聞 因為其實之前 她自己 我自己 她剛才吃了什麼 狗吃料 以前有一個長輩跟我說過 當時我問她說 為什麼別人放屁 我都覺得很臭 自己放屁 我覺得很香這樣 她就說 因為這些東西 就是你體內的東西 是屬於 讓你治癒你自己的藥品 所以你的這些耳食 你的鼻食 你自己聞都覺得好香好香 那是因為她在治癒你 她是一種 就是那種療效這樣 然後我那時候覺得 香嗎 好有道理喔 我為什麼被剪人家 停在把握 所以我就想說 而且你那個是俄羅斯娃娃 為什麼放那麼多層 因為很珍貴 為什麼放那麼多層 然後我那時候 你給鏡頭看就好了 你給鏡頭看就好了 對啊 你就拿個盒子裝啊 你收集起來 然後 他已經像化石一樣了 然後這個呢 你這是多久以前的 這個是我要 那要收集很多 才會變那麼大顆 對 然後你要很有 你要很仔細 你看拿那個 專門的那個小碟子 可以收好 然後你自己聞看看 就是你會覺得 身體都被治癒了 趕快收好 然後我是 你療癒了 對 你療癒了 我們現在全部都不會 你們可以聞看看 說不定 你們還有 我們每個人的表情 都很相同 為什麼 可以收起來 你會害我去看心理醫生 然後我是 我是遇到 譬如說我已經是動感冒 我是生重病的時候 我才會動用到這一顆 我就會把它拿出來 怎樣拿來吃喔 吃啊 不是吃啊 熬它 鮮丹 你吃了多活幾年喔 這真的是鮮丹 那你們還有收集什麼 頭皮屑啊 我覺得他贏了耶 他贏了 因為我曾經我有一個同學 男同學 他其實這次做個實驗 因為他是一個有頭皮屑的人 頭皮屑蠻多的 然後呢 我們就一直講說 你頭皮屑很噁心 他說那我來收集看看 一個學期可以收集多少頭皮屑 然後就拿了一個黑色的盒子 這樣收集 然後一個學期之後 他就真的給我們看 說你看 就一片白白薄薄的在那盒子上面 但是我一開始 我覺得這行為有點餓 可是當我看到 我覺得 這個好像蛋糕上面 灑上去的那個大皮層 好酸 對 就真的很 我沒辦法 很驚人 因為我有一個大學同學 他也是喜歡收集怪東西 我就看他每一次 就像他一樣拿個衛生紙 然後開了他衣櫃 然後在你頭這樣弄來弄去 然後那個玻璃盒 然後我想說什麼東西啦 所以我站他有一次就是 就坐在那邊 我說你結果我看一下你的衣櫃 我想要看 我就說我看一下你的衣服 我打開 其實我好奇他那個玻璃罐 到底什麼 我這樣湊鏡你看 偷偷拿起來看 小小一個玻璃罐 他喜歡收集那個指甲 他剪下來的指甲 然後我就這樣 好噁心 因為我覺得噁心是除了 覺得那個髒以外 我覺得那就像做 好像你要做什麼法式 還是什麼 幹嘛收集這麼多怪東西 所以同學把Sophie 一切收集在那個餅乾殼裡面 然後用打火機 去烤 然後再打開聞那個味道 就是在燒那個蟑螂的味道 這什麼味道 你是聞過的 好 第一組 我不行 我對於聞怪味道 我比較受不了 因為我是一個鼻子很靈的人 像我有朋友很喜歡進停車場 他說停車場有一種那種 地下室潮濕的味道 地下室的潮濕味道 我就快瘋了 還有人喜歡汽油的味道 你知道嗎 就是進了加油站 他一定會把窗戶打開 然後我反而都要全部關起來 因為我覺得那個味道就很刺鼻 我覺得很香 我尤其受不了 我會主動去跟人家講的是那種 衣服沒有乾透 但是他穿出來那種 那味道 她是要聞臭的那種 臭的那種 妳如果洗完頭 她還不要聞 我就想說她長 因為她覺得她就是 她的高度可能都是 常常都會很聞到 然後我記得有一次她就 因為我出外景也討厭洗頭 然後她有一次就這樣 妳的頭好臭啊 然後她想說妳好臭 妳還抓到我的頭幹嘛 然後她就是好像 她就說她有點癖好喜歡 上癮了 那個頭 她就是喜歡聞大家的那個頭 我的那個頭皮的那個油油的味道 真的假的 她就愛聞這個味道 這海棒有足臭之膚 我也有一個朋友 愛聞怪味道 就是KID 然後她喜歡聞的那個味道呢 是那個 那個狗 的那個腳掌 那個脯的那個地方 然後她會把那個 她的那個縫這樣 撐開來 然後鼻子對著她這個位置 這樣吸這樣子 然後有一次就是因為我們 狗味 我們當時是和豬房子 然後那個家裡又養狗這樣子 我就把那隻 我想說那隻狗的味道好壯好壯 全家都狗味 我就把它洗完澡之後 然後她那天錄完外景回來 她發現她的那隻狗的那個味道變香了 跟我大翻臉了 然後她跪在她的床邊抱著她的狗說 我就是要問妳那個很臭很臭的味道 然後我今天工作在外面已經 一整天這麼辛苦了 她可能會來聞到那個 對 然後回到回到家以後 聞到你竟然是沒有安慰 對 變香了她不要 對 變香了 她覺得說沒有那個狗味這樣 其實我也蠻愛聞的 我也是 狗長的那個味道 帶點尿味 我的天啊 有 有一點些尾的尿味 因為她自己會猜到 我覺得就是狗狗獨特的味道 還有她的嘴巴 我也會把她嘴巴打開這樣聞 超臭的耶 沒有 她的牙齒這樣 沒有 她就有個臭香 那個多粒多汁臭起司的味道 來 小型乾你會 小型乾你喜歡聞什麼 就是你知道耳洞夠啊 我也沒有覺得他們特別香 我知道它是臭的 可是就是你耳環拿下來 你就是會想聞一下 然後那個肚臍啊 輕肚臍 你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想聞一下 你肚臍臭很困擾耶 所以要輕啊 輕的時候聞一下這樣 我一個朋友超喜歡 地下室的味道 都我不懂耶 就是你輕地下室一定要深呼吸 我也不懂 我會覺得她自己慢慢聞吧 她自己慢慢聞吧 她到底選A還選B的不正常 哪種生活中的怪癖 你覺得很噁心 A 喜歡聞怪味道 B 喜歡收集怪東西 我們來聽聽KOL是怎麼說的 這題的話會選B 我有一個朋友 他很喜歡收集頭皮症 他平常會記很多天不行頭 然後把那些摔摔摔摔 然後收集起來 還會直接收在一個小盒子裡面 我一直在他家看到的時候 他叫我不要亂動 他說他要全部收集起來了 因為他很喜歡收集的東西 我看到超傻眼 超噁心的 我當然是選B 因為我一個朋友呢 他就是一個收集指甲的指甲控 然後我就覺得他很奇怪 為什麼他就是很喜歡咬指甲 然後在那邊摳 結果他有一天呢 就從他書櫃裡面 拿出一個小小的盒子 然後我就想說這什麼東西啊 然後我就這樣咬他啪啪啪的聲音 然後我就很猜不出來這是什麼 結果他就很自信的跟我說 這是我從小到大 流到現在的指甲 我覺得超可怕的 我嚇到我馬上把那指甲盒 丟還給他 想不到竟然真的有 收集指甲的怪癖 超可怕的 根據網路KOL調查結果 有百分之二十二的KOL 投票給了A 喜歡聞怪味道 而有百分之七十八的KOL 投票給了B 喜歡收集怪東西 你覺得這樣正常嗎 大部分KOL覺得 收集怪東西比較困擾 對 選A的比較少不正常 請噴 像 你不覺得你周圍那種 有莫名其妙怪癖的 莫名其妙的怪癖 這種人通常是A 龜毛的人 B 鬼點子很多的人 A還是B 請舉牌 都有人選耶 OK Eason你覺得是龜毛啊 對 像我自己也是怪癖蠻多的人 我如果是在外面洗澡的話 我必須要把 我會 就是浴室裡面的每一塊磁磚 先用蓮蓬頭 然後每一塊磁磚都要先噴溼過 我會覺得說 這個變成我的領域以後 我才會 尿尿一樣 對 地盤 對 因為我有可能手會碰到牆壁 或者是我可能拿東西的時候 會碰到什麼 然後如果全部都衝過一輪 我就會覺得說 這是我安全的地方這樣子 乾淨 對 然後洗澡的時候 我一定要從 就是從頭 然後到臉 然後到脖子 就是我的順序是有一個 有上網 對 但是我洗完之後 要擦的時候 我要反過來 我一定要從腳開始往上擦 因為我就會覺得說 水一直往下流 然後我就是這樣子把它 我就堵著那個水這樣 我也是 一路堵 一路堵 我就會一滴都不漏掉 然後我就完完全全到百分之的全乾這樣 那你頭髮一直在滴水 然後就一直這樣子流下去 然後一直這樣擦 沒有 所以那個時候你就要先下腰 就是你要先做這個動作 彎腰 彎彎彎 做這個動作這樣子 要不要一字嗎 對 然後也是最後才插頭 我是從小到大 有機以來 我洗澡順序沒有改過 我是從上往下 而且到了頸部一下 就開始 還四分成這樣 對 大竹梗是由上往下 你這樣不懂 對 然後從左邊開始 然後 肥皂不是都隨便抹勻嗎 對 沖也是 然後我插澡也是從下開始 對 可是我操作是從右邊開始 右腳 然後由下往上 然後再到頭 對 我以為全世界都這樣子 沒有 沒有 我都沒有順序了 所以常常洗衣衣想說 怎麼又來洗頭了 剛剛不是洗過頭了嗎 怎麼又來洗 我都沒有 對啊 沒有順序 那你是覺得怪癖多的人 是鬼點子多 我是覺得他應該是鬼點子比較多 因為像我朋友 有一個像他是怪癖 是他很喜歡收集一些 各式各樣奇怪的小東西 像斷掉的洋娃娃頭 他就去那種二手店那種買 陰森詭異的東西 他就很喜歡收集 結果他就覺得那個很特別 很有藝術感 但只要碰到我們朋友生日 或者是要玩遊戲 要整人的時候 或者是要懲罰的時候 他那鬼點子就好多 我記得有一次是我們玩遊戲 玩完之後他就說 輸的人懲罰 要懲罰什麼 我們就很無聊 我們就彈耳朵什麼的 畫臉 然後他就這樣很無聊 他說不然我們前幾天才買了五顆雞蛋 那你輸了嗎 你去一樓 我們在五樓 我們輸的時候在五樓 你就在那邊 我們就拿雞蛋丟你 從五樓這樣 對 他就說 他還有機率 就是你不一定會被砸到 所以你還有就是 還有重生的感覺 還有重生的機會 對 你還有重生的機會 大家在上面丟也是有那種 預熱感 所以那個被懲罰人在下面就很緊張 但是被砸到他上來說 超級痛 對啊 因為重力加速度 重力加速度 他就是會有 沒事你就會想到一些這種 有的沒有的 真的 真的 那到底你選A還選B的人不正常 有莫名其妙怪癖的朋友 通常是個 A 龜毛的人 B 鬼點子很多的人 你覺得這樣正常嗎 有怪癖的人真的特別龜毛 像我兒子我閨蜜 她就是特別愛喝燕麥奶 有某一家的燕麥奶 推出新口味 於是呢 她就叫我載她去便利商店買 然後我們就在四驅 然後那時候超熱 騎著摩托車 到三四家的便利商店 才找到她要的那個口味 可是她也把我累死 今天答案呢 我想的是A 這個龜毛的人呢 就是我本人 小時候呢 我姐因為不讓我們吃泡麵 有任何聲音 所以呢 讀高中我認識朋友的時候呢 變成我也不讓我朋友 有什麼特別的聲音發出來 所以呢 就變成我長大以後 變成有一點龜毛 可是我現在年紀大了 然後接算了名告 所以就沒有那麼龜毛了 根據網路KOL調查結果 有16%的KOL 投票給的B 鬼點子很多的人 而有84%的KOL 投票給了A 龜毛的人 你覺得這樣正常嗎 好 大部分選的是A 龜毛的人 選B不正常 噴 好 那如果另外一半 有哪一種情趣上的怪癖 情趣上的怪癖 對 推理你 又愛又恨 來 情趣喔 A 喜歡聞你的腳 B 喜歡幫體毛綁辮子 請舉牌 又愛又恨 就是喜歡啦 痛病快樂者啦 痛病快樂者 你好會講話 對 真的 對 送你雞痛 來 宜珍 我是遇過曾經 就是有一個女朋友 她是很喜歡就是 在我身上任何有毛髮的地方 她都可以綁 然後一開始是玩我的腿毛 就是把我的腿毛 怎麼那麼短 然後後來她就進階 慢慢慢慢就發現 藝毛是最長的地方 然後她就開始在那邊 一搓一搓 可是因為我自己 很喜歡聞聞我自己身上 譬如說我的腋下的味道或者 所以我就覺得 你的腋下聞起來 會不會很像兒子 不會...腋下是另外一種 腋下有一點像是 那種淡香水的味道 淡淡的花香 對... 我的淡香水啊 所以送你腋下的暗水 就可以拿來賣了 對 那個是真的 那個是真溜的概念啊 那個很珍貴耶 然後... 所以我就是... 像她時常會把這個 就是我的這個腋下的毛 全部都綁成辮子 然後... 好想看喔 對 就是之前... 你有拍照嗎 之前去打球的時候 然後勾穿那個背心嘛 然後一舉手的時候 全場的人都在笑 然後就... 這造成我的那個人生的隱約 其實... 好丟臉喔 怎麼辦 我那個...就是那種 歸房間卻被...被發射 你有一個女朋友 喜歡在你睡覺的時候 睡覺的時候 那個手... 喜歡插在那個... 就是內褲的那個... 那個褲頭 就是那個鬆緊帶的地方 插在我的身上這樣 就一直手會插在那裡 然後... 可是... 而且那個時候是... 十幾歲的時候 然後就是情鬥觸開 然後我就... 哇... 他到底... 我整個晚上睡不著覺耶 我想說... 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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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是什麼啊 接下來是什麼 然後... 一個晚上失眠 然後沒有睡著 然後... 等不到 就一場空 因為他就是喜歡 把那個手插在... 他有時候是做夢夢到 他在開手牌子 對... 前進... 對... 對... 我覺得... A很正常啊 我們家爸爸很喜歡 吻我女兒的腳 因為他小寶寶的時候 他就覺得小寶寶的腳 有奶香味 好像是 他一直到... 我女兒大概小五小六喔 他才放棄這個... 這個習慣 是因為女兒不肯 如果今天換成是我 變情趣的話 他願意吻我的腳 那就真愛啦 對... 那就真愛了吧 真的是這種感覺 但是如果綁體毛... 不是啦... 對... 對不對... 就接下來 吻完還可以做別的... 那個腳趾的縫縫一起填乾淨 對... 但你說綁一毛 我就會覺得 被綁的人 你還要一直等在那裡 對... 第一次 我不太能理解的事情 對... 那我就覺得... 因為這兩個真的要選的話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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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還講嗎 你自己還講嗎 沒有... 沒有... 填下去就是真的... 人家那個腳本明明在寫文 真愛的厲害 關腳椒 想要舔是因為 因為我家狗很喜歡舔他自己的腳 然後有時候狗狗舔久會過敏 我都不讓他舔 所以我制止他的方式就是 你要舔腳椒是不是 來... 舔我的 然後我家的狗還真的 第一次第二次舔了兩次 後來他就... 都不舔了 沒有... 所以我就想說 這個我比較能夠接受 對... 那你也選A啊 我也是選A啊 因為那個... 我覺得我的意下跟其他 就是這些地方 對我來說是非常私密的 我連你這樣 有些人抱我 碰到我意下 我是會生氣的 我不喜歡人家這樣碰到我 那那個咧 少養咧 沒有... 沒有... 說這樣真的 對我來說是 很沒禮貌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要聞我 我還能接受 但我真的也碰過 我有一個朋友 他說他男朋友非常喜歡 聞任何的縫 他喜歡聞它 尤其是運動完的那個腳趾縫 然後這個縫 然後那個 骨勾縫什麼的 骨勾縫也愛聞 對他也愛聞 他就很喜歡聞 然後他每次去... 請問那個骨勾縫 他怎麼還能聞得到 你自己回去試試看 回去試試看 就這樣就聞到 有什麼好玩得到的 然後他就說他每次運動完 他... 就是他的男朋友就會 一直抱著他還這樣 一直吸這樣 像吸寵物那樣這樣 然後他一開始會覺得很奇怪 很改憂 但最後就會像主妮姐講的 他覺得我那麼臭 我這麼覺得這樣髒髒 你都還這樣吸 然後你好像還很愛僵著我 那你真的很愛我 所以他最後就是 也很接受 他有聽過什麼比較奇葩的 對 有 我有一個朋友 就是他真的很怪 他就是他上廁所的時候 他是不噴口水的 他會... 因為他覺得上廁所的時候 的口水是髒的 所以他會一直喊著 喊到他上完整個廁所都出去 然後把他剃掉 剃掉 對 要剃掉 最後要剃掉 因為那個是髒的 可是我就說... 可是我就說... 那他就還是帶水巴裡 我曾經過有人上大號的時候 那個不能打噴嚏 因為你想看打噴嚏 他去玩的時候 你就會吸氣了嘛 你要他去... 然後就聞到滿滿的食味 對... 所以他蹲著蹲著 可是講他去怎麼辦 那控制不了啊 他寧可奪門而出 哈... 來... 來... 那如果是Eason這種 都脫光光的 對... 但也要剛好他有切斷大便 我有朋友是 他自己的像... 人像 別人的手機裡不能有 什麼意思 就是比如說大家一起拍照 對... 他會說 用他的手機拍 他有一次 他就崩潰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出去旅行 日本有一個那種海盜船 不是都會有跟船長一起拍 然後工作人員就會用他們的 有點像是拍力的 然後洗給你啊這樣 拍了會洗給你 然後偏偏那天不知道是 拍完之後呢 不知道是機器還是什麼問題 反而他就過來跟我們致歉說 今天照片洗不出來 我朋友就瘋了 所以他就很堅持叫他們 一定要弄好 然後要把那一張 洗來給他 哇... 所以在船上爐了很久 後來他們就真的在 下船的前一刻 把他那一張洗出來 但其實已經有點變形 然後人也不太... 我覺得應該是那一張照片有問題 他們不好拿給他 對... 人類學家講的也沒錯 原始部落的時候 拍照嘛 他們真的覺得你那個相機 會把他... 對... 他可能是還停留在那樣的感覺 對... 製作單位加碼問一題 有聽過哪些情緒上的怪癖 我有一個朋友他是 每一次都一定要 就是他們在情緒上的時候 衣服要半脫不脫 如果牛仔褲呢 就脫到這裡去開 對... 那這很卡耶 就褲子要退一半 然後... 很卡耶 然後內衣要沒有開開 但是... 對... 好辛苦喔 我前幾天看到一個新聞說 男朋友就是個很MAN的大男人 可是每次快樂的事情做完以後呢 照理來講不是應該 女生小鳥魚人嗎 沒有 變成男生小鳥魚人 然後突然看著他女朋友 這個女朋友大資金 我靠著幹嘛 就分手了 肯定要分了 這真的很怪是不是 這個有點嚇人 好 那不然選A 選B的人不正常 另一半如果有哪種情緒上的怪癖 會令你又愛又恨 A 喜歡吻你的腳 B 喜歡幫體毛綁辮子 我們來聽聽KOL是怎麼說的 這題我選B 如果我有留意毛的話 我男朋友幫我綁辮子 我會覺得 他好像有點奇怪 但是又覺得 就是有一種那種 興奮的感覺 因為 他興奮很新年還會幫你綁辮子 然後也太特別了吧 就覺得好像 又想要 我大媽做這種事情 所以 就很矛盾 那這題的答案我選B 就是夫妻之間會有一種新鮮感 但後來我想一想 不對啊 如果哪一天打開我的房門 看到我老公低頭在 幫自己的腿毛綁辮子 或是低頭幫自己的下體毛綁辮子 可能甚至還給我夾一個蝴蝶結 我可能真的會吐耶 而且我常帶學生去參加舞蹈比賽 我覺得我真的以後 沒有辦法再幫學生綁辮子 我可能就是會 會輸 不行啦 選B 根據網路KOL調查結果 有36%的KOL投票給了A 喜歡吻你的腳 而有64%的KOL投票給了B 喜歡幫體毛綁辮子 你覺得這樣正常嗎 好 答本都是選B 所以選A不正常 噴 很奇怪 坦白講喔 兩人世界喔對不對 愛怎樣就怎樣 愛你行我願了 但還是要提醒一下 就是說在那個你行我願的時候 就是說 都會用這句話來講 你如果是真愛 你就要怎麼樣怎麼樣 OK 那如果對方一定要用什麼行為 來證明真愛 我勸你就趕快跑吧 OK 因為這個怎麼可以說是 證明真愛 對不對 那還有就是說 再怎麼樣的情趣 都不要留下奇怪的照片 對不對 還有一種是力道要控制 不是常常角色扮演先生演歹徒 老婆演壽愛的 然後那先生從窗戶挑進來 然後夾出他脖子 然後那個老婆 那老公突然會出戲 你現在是真的還是進入獎 真的 真的 這樣自己嗎 不好說得好 對不對 一樣迷洋百樣人 對不對 自己開心不要侵犯到別人 也就算了好不好 指甲要收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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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帥喔 下次好了 我褲子 我想在看 我想看到你 我想要看到你 我想要看到你 你 或者他私底下是一個 難搞的廢物 什麼 你不要聽 喔 不要哭啦 看到你又更新 就是現在 潑潑就站在這裡 你不夠公公的手走入正常嗎 假設我有媳婦了 我是OK的 你 謝謝 小姐不惜地 24小時不斷線 搶檔綜藝節目 熱映中搜尋 東森娛樂台 如果有人喜歡我們的討論 那就快訂閱我們的 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收看我們的最新影片 那還想看其他更多影片 那就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 8月1日起 週一至週五晚間9點 請鎖定 我就問你正常嗎